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的机会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踩到了电商直播这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 运气的东西我可以把握住 然后我会赶上这个浪潮 赶上这个时代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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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买它 好好看 买它 现在目前为止我对我的定位就是主播 或者是你可以把我喊成超级别 或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带货 带货者就可以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从线下导购到线上导购 我一直在都是导购这件事情 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现在都鼓励创业这个事情 我从以前可能六个小时只能接待十个顾客 到现在我可能六个小时可以接待一百个顾客 一万个顾客到十万个顾客 我会觉得创造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 跟新的一种商业模式 我觉得我很欢迎就是有关部门来监管 我们带货这一个生态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因为我觉得直播带货就像几年前的电商一样的 都会存在很多 一开始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我很欢迎他们来监管我们 就是让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性 让这个行业更加的有标准性 对这样也是一种良性发展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的机会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踩到了就是电商直播 这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 对所以很多 就是运气的东西我可以把握住 对然后我会对赶上这个浪潮 赶上这个时代 我也相信这个行业 到后面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正规 我这个没有放油 你这个没有放油 完全不沾 对我是一个所有的评论什么的我都会看的人 不开心肯定是会有 但是我会觉得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回答 很多人会说李佳琦为什么不回复 是不是他在躲避或者逃避责任 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在花这么多天的时间 一直反复的去测试 一直在找答案 对我们也不能把锅丢给品牌方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锅丢给我的同事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最负责任的答案给到大家 他真的 oh my gosh oh my god 这件事超美 这件事真的so beautiful 我们都是所有产品都是我的第一反应 就包括很多人由于我们在说 oh my god amazing 什么我的妈呀 这个颜色是小精灵在嘴巴上跳舞啊 这些都是真的我当时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 就包括我们是口红 小崔他们就先去就是了解口红品牌 值得买大品牌旗舰店 然后才可以上我直播间 但是我会在涂口红的那一刹那 我才知道这个口红颜色是什么颜色 因为我要给最真实的反应 好看就好看 不好看就好 不好看 值得买就值得买 不值得买就不值得买 有的时候一排口红在那 只有一个颜色值得买 老板都在旁边捏汗的那种 看我们直播 但是就是只有一个颜色好看 就只要买一只颜色就好了 看视频上澎湃 好看